第十六节整局金奖韩服高分段 本节为大家带来一场中单男刀的整局金奖 这是志勋在韩服钻一分段的一场比赛 志勋目前是斗鱼第一男刀 对线中单刀妹出门庄选择了长剑加药水 出门直奔上路 走到这个位置回城 这样做是为了顺利的放破罗 一级时这里是蓝色方放破罗的最佳位置 不管是上单还是打野都很少会经过这里 放了之后不要往中路走直接回城 避免在路上碰到对面上单或者打野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面板属性96点攻击力 刀妹手短而且一级必学Q技能 所以一级不能推线用了技能就会被消耗 这两个残血小兵刀妹必然会连Q两段来搏 所以男刀看准时机在刀妹Q过来的瞬间交W 刀妹为了补刀来不及走位只能吃到两段W 男刀对刀妹处于劣势对线 所以细节一定要做到位 一级多消耗二三级才有机会单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残血小兵刀妹不敢 因为男刀已经到了两级随时有单杀他的可能 如果Q过来补这个兵呢必然吃到男刀两段W 再补上一个QA打出被动根本是不消 所以刀妹呢宁可漏刀也不交Q技能 等男刀交了W技能 刀妹才敢交Q捕刀 这也是男刀在线上最常用的消耗方式 利用敌方补刀的间隙放W消耗 对面要么漏刀要么中我们的技能 这里刀妹Q兵突紧用E技能消耗 男刀走位落掉 反手一个W消耗随后走位靠上 注意这个细节 W打出第一段之后呢不要站在原地 因为第二段是可以调整方向的 预判敌方的走位尽量让二段W命中 男刀卡被动打了一发贴脸QA 然后后撤 等W技能CD又是一发W 这时刀妹身上已然挂了三层印记 这一套连招呢之前讲过 是男刀打被动的高阶玩法 刀妹看到三层标记 明显慌了开W减伤 但其实男刀的Q技能还没有赚好 等Q技能CD 刀妹已经说到打架 没有机会 不过没有W的刀妹 已经是男刀当中之物 因为这个血量已经到了单杀线了 等兵线过去注意这个炮车 这个炮车就是刀妹的催命 大家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想一想 假如你半血以上 双招都在 身上还有两瓶药 卡架炮车你会不会补 你肯定会补 刀妹不想漏这个炮车 所以他交了Q技能 在他Q出来的一瞬间 男刀先甩一发W 随后闪现AQA挂上引燃 一套连招一起合成 刀妹眼看要死 无奈交Q硬打伤害 男刀再借一个平A 送他回家 很多人可能会问 如果刀妹不交Q 男刀A不出最后一下 不是让他跑了吗 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男刀被动的恐怖 整整2.0的AD加成 打出一次你就要爆炸 这一套打完 刀妹身上只剩100多的血 被动没了还有引燃 绝对跑不了 刀妹就是算准自己必死 才交Q硬打伤害 大家不要怀疑 这刀妹是含乎大势分段 意识绝对不差 只不过他低估了 男刀的伤害 三分板提亚马特 意味着一把比赛的结束 这句话呢 不管放在哪个分段 都很合理 因为正常发育 在6级左右才有提亚马特 但如果这么早做出来 男刀的节奏会非常快 推线游走支援 都是敌方来不及反应的 再次上线 男刀的玩法呢 明显有了变化 不再跟刀妹对线 推了线就走 因为没有双招的男刀 硬拼是拼不过刀妹的 在线上待着 没有任何意义 线上资源吃完 再吃野区 敌方没有就吃自家的 有提亚马特刷野很快 而且基本无伤 5分钟刚出头 男刀已经到了6级 一到6级等级碾压 马上游走下路 此时下路双人组 一个三级一个四级 6级的中单来月塔 一个照面就能了掉 不走不是他们意识怕 而是他们没想到 5分钟中单到6 而且这么快就来了下路 放眼整个下谷 除了男刀 没有这样的意义能做到 回家直接五速鞋 先不着急做输出装备 很多小伙伴呢 可能会忍不住做锯齿短臂 这么出眼可以 但不推荐 因为你做了锯齿短臂呢 会想跟人对拼 但其实男刀真正的精髓 在于游走而不是对拼 前期五速鞋的价值 要高于短臂 而且还便宜 虽然没伤害 但论性价比呢 是要甩他一条街的 上线之后 依然是推荐游走 入侵野区 就是不跟人打架啊 尤其是倒霉 离得越远越好 6分多钟 第二个buff刷新 打野可能再刷 此时呢 我方打野区下路干干 但敌方打野并未出现 这就表示呢 蓝博没有打buff 而是在上半野区 F6被男刀反掉 红buff上位刷新 那就提升石架成了 翻墙过来一看 已经打完了 一个正常的打野呢 刷完野肯定抓一波线上 没错 此时蓝博肯定在蹲人马 蓝刀第一时间给了信号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人马直接越塔 不料被蓝博绕后 其实蓝刀可以直接走啊 不过他明显不想白来一趟 蓝塔收掉瑞兹之后呢 自己也被蓝博中间 出门之后 蓝刀没有来线上 而是直奔野区 蓝博刚杀了人 我方努努又在下路 那他会直接回家吗 肯定不会 他在反野 翻墙进野区 蓝博正在刷蛤蟆 WQA一炮连招 打出被动 直接带走 先反野后杀人 或者先杀人后反野 这几乎是高分段打野的通病 可能会让优势无限大 也可能就此翻车 不过无论如何呢 这一波蓝博在反野的几率都很大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野区 往往都会有收获 蓝刀一直在游走 刀妹却一直在中路发育 但是蓝刀呢 却反压他两级 已经到了九级 这就可以看出 五速鞋的优势所在 出的是短臂 可能效果并不好 再看右上角 八分四十秒 九十四的补刀 补刀跟着时间走 很容易绊倒 等级呢 也是跟着时间走 就问你怕不怕 十一分四十秒 我方携峡谷先锋而来 强势约塔 南刀先边缘OB 没有着急进场 双方上单的先后TP 还战正式开启 等蓝博大招结束 南刀才翻墙进场打伤害 打散地方阵型之后呢 翻墙撤退 随后再次翻墙 秒掉绕后的卡杀 又翻墙撤退 等队友打了一波伤害 小准时机再次翻墙 大足伤害 帮助小炮完成收割 这一波团战呢 南刀先后翻墙五次 在输出与OB之间 不停转换 最后资格逃生 这就是南刀打团的几条了 打完一套 不要跟人站路 先战略性后撤 小准时机再进场打伤害 才能将输出最大化 由于异技能的存在呢 进场方式很多样化 只要进场不被人挤火 很容易打出爆炸输出 这波团打完呢 蓝色方优势已经无限大 南刀做出了夜之锋刃 更是为所欲为 随时红方三人抱团做视野 南刀直接开启夜之锋刃 随后幽梦加速 蓝色视频移造 直接翻墙进场一位三 WQRA秒掉辅助洛 随后利用加速翻墙逃生 夜之锋刃加幽梦加木刃 穿甲三件套 有了这三件装备呢 南刀的伤害极为恐怖 这是双方打的最后一波团 在红方高地 南刀先QA收掉残绝落 然后甩了一发W 由于场面混乱 所以卡莎没有走位躲掉 接连打了一个AQA 卡莎被南刀被动直接流走 连大招都来不及交 大家可以看到南刀后期的爆炸伤害 大招还在CD 一个WQA出了被动 就能秒掉满血ADC 而且在南刀交W的时候呢 他身上还有落给的盾 W就相当于没打伤害 只用来破盾 但是出了被动 卡莎还是扛不住 这个伤害谁能看得懂 所以玩南刀一定要注意一点 技能可以随便用 但一定要打出被动 任何连招呢 都是为了更快打出被动的伤害 如果你一顿操作技能权重 甩完就撤不打平A 那这个伤害 远远不如出一次被动 来得直接 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 好了 回顾这把比赛 南刀前期一直控线 用W技能不停交号 二级的时候 利用一个炮车 完成了对线单杀 做出级亚马特之后呢 不再打对线 一直在进行推线 入侵野区和游走 不只是自己也为队友 建立了巨大的优势 反战的时候呢 找准时机搬墙进场 大招秒后排 可以说前中后期 都将南刀的优势完美发挥 相信各位小伙伴 看完之后呢 必定有所收获 到时你的南刀 也能无限跑酷 乍传三路 小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